今集《Star Talk》的嘉賓 邀請到他們,絕對是我的榮幸 首先有輝哥顧姦輝 謝謝你 又有Albert 又有張德蘭小姐 亦有… 入室弟子,翠日勤先生 大家好,各位 歡迎來到《Star Talk》 大家聽到輝哥舉辦榮優表演時 有件事我很擔心 真的很想問輝哥 榮優後,輝哥究竟會否不再舉辦表演 不再指揮 還是不再寫歌,還是怎樣 意思是休息 不會再在舞台上出現 但畫畫就會有 是 但寫歌如果有靈感也會… 也會,但也會慢慢寫 但不會再在舞台上出現 其實有否難度 扮演這個演唱會,輝哥覺得 我的舞伴沒甚麼難度 難度就是你選 對,那天唱甚麼 對,那天唱甚麼 我都覺得很適合 因為這次阿勤做音樂總監 你自己有沒有壓力 做師傅表演的音樂總監 非常大壓力 當然是,輝哥真的 兩個月睡得不好 因為很多歌要編 我們所有的歌曲 全部都是全身編曲 是的 一首二首歌都沒有 好不好聽呢? 問齊就在你那裡 好… 阿勤,阿勤,阿勤,你很大壓力 輝哥的作品裡 其中一個話題 都離不開是跟占叔王智 因為Maju合作了很多經典歌曲 其實占叔的離開 會否對輝哥離開有點遺憾 有很多的 現在不然間要說起 就…不知說哪一首歌 但有沒有以前你們合作的趣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占叔和阿輝哥 你的性格都很不一樣 阿輝哥好像很柔柔 占叔經常吵吵大笑 是的 是不是一粒一粒 原來又可以合作呢? 但我經常感覺… 有他在這裡 整個派對都很開心 是 他很能夠控制整個氣氛 我就不說話,一邊聽他說 做聆聽者 德蘭,你們跟占叔和輝哥一起合作 會否覺得兩個性格都很不一樣 但我又覺得很奇怪 輝哥和占叔一起 他們的對話很多時候都拆出火花 怎樣拆出火花? 譬如有時候輝哥不太說話 但一說話出來,我們每個人都很好笑 是 他們一個組合很特別 輝哥有否跟占叔在音樂上吵過 大家一起一個人吵? 有,譬如他會覺得我這句詞 是 好像很熟口熟練 對,他會這樣說出來 這句太熟了,我聽他這樣說 我會盡量去改 你多數都相信他 是… 他不是長說的 對 剛才有多難說輝哥的性格 大家可以一起說 覺得輝哥的為人是怎樣的 很好先生 還有從不會罵歌手或音樂人會 就算你唱那句不太滿意 我只會說是這樣的 是… 之前聽到秋冠他們爆發我 對,原來是這樣的,原來就是最恐怖 最恐怖了 這樣就表示不好 不滿了 是 Everly,有沒有… 當時我第一次跟輝哥合作的 就是大家隔空合作 因為輝哥作了一首廣告歌 喝豆奶的 雙色在童年 雙色在童年 當年很流行 我唱了,然後拍了廣告片 播出之後就很受歡迎 是,只有幾句而已 只有幾句而已 然後我們唱片公司要出唱片 說這首歌無論如何要放在場上 但這麼短,怎麼辦呢 於是就打電話給輝哥 輝哥,你可否把這首歌變成長 然後你說可以 然後就寫了現在 我演唱會上將會唱的整首歌版本 我想問琴,你作為入室弟子 通常也是,跟輝哥合作完之後 大家都說有很多錢放在袋裡 是不是? 你應該是最多的那個,現在很多錢 我真的非常感恩 是 我一出門沒多久就碰到輝哥 他不僅僅教我很多東西 他還提供我,給了很多很多機會 我想如果我碰不到輝哥 可能現在轉行也不明白 我記得是我特地去找你 不是,你也會 不是,你沒有去找我 你給我電話叫我和你錄音 第一隻幫輝哥錄就是上海灘的 對,好像是 當時他給我飯碰 我手震,這麼難彈 糟了 剛才也說了,輝哥不會發脾氣 但師父和徒弟教授的過程 會不會有些多有趣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坦白說,輝哥… 我知道,輝哥雖然是我師父 但我和他的相處亦師亦友 他完全沒有敦氣的款式 其實他不僅是我師父 又是我上司,又是我老闆 你看,我當年在電視台打他工作 他是音樂總監,對吧 其實他要發脾氣 或者敦氣的款式很正常 是不是? 有時候你的上司也會敦氣的款式 但坦白說,我跟了他幾十年 一次都沒吃過,可能我聰明了 輝哥,你剛才聽 整晚最適合聽的這句 整晚聽的 對,你覺得阿勤怎樣? 這位徒弟… 阿勤 聰明 不過你也可以爆發的 他一直到現在 仍然當自己是我的徒弟 其實他已經比我高很多 怎麼搞的? 再分不上,阿勤再分不上 德蘭和Albert有沒有什麼歌 其實輝哥的作品都影響自己的好心 我想也不用再說一句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代成長 在家裡吃飯 輝哥的音樂已經是不知不覺中的 深思劇 電力的主題曲 對,其實輝哥也是我們香港 最大的音樂大使者 所以他彈交付,真的沒錯 真的沒想到 沒錯 很多時候我們很擔心自己寫的歌 會弄了一、兩句輝哥的歌出來 不出奇的 是… 真的 我試過,你自己有些作品 有,當然有 這次輝哥以前有哪一首 我記得我的粉絲也說 為何你的歌這麼差 輝哥的歌 真的有 德蘭,你自己呢 因為你也唱了很多電視劇的 主題曲、插曲 對,很感謝輝哥 他每次作主題曲給我 都有些不同的 最早期是一些小調的歌 剛才說陸小鳳的插曲 後期是那個網中人 然後又作了一個很溫馨的 愛的短戰,很輕快 每一次他都會給我一些不同的東西 例如最近輝哥的《心藥》 又跟以前很不同 因為輝哥近年發表少了一些作品 較近期那首就是阿達蘭的《心藥》 就是大藥坊的歌曲 是 隔了這麼久再唱輝哥的作品 我的感覺是怎樣 很緊張 因為這麼久沒有唱輝哥的作品 而且這首歌的音域比較廣 是… 是吧,輝哥 唱的時候真的又緊張 但又很開心,很興奮 很感恩,很感謝輝哥 多謝你們,真是 是一首歌,神雕系列的歌曲 因為我經常覺得輝哥 很懂得量身訂組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我 情約真…已經吸引了 這首歌是等於張德蘭,亦都等於輝哥 有這種等號,你會否覺得… 會的,而且我記得神雕裡 本身是小說的歌詞 問世間,情是何文 是… 然後輝哥又會套一些很漂亮的旋律 將這段這麼漂亮的詞 就可以用旋律來唱出來 情約真,不必苦辱自殺 終於失去,也何在還 整頓飯的時候都說了很多很多經典歌曲 我想問問,《獅子山下》這首歌曲 會不會是輝哥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呢 你覺得… 可以這麼說,因為那首歌曲的名字 因為有香港精神 對… 大家覺得呢 有哪些歌曲是代表了輝哥的 這首當然是其中一首歌 真的成為了我們 整幾代人的香港之歌 因為那個名字 《獅子山下》是代表香港的 是… 輝哥,有沒有偶爾拿出來聽的呢 還是為了這次的演唱會 又聽了很多… 會… 我在網上查一下 今天查到一些歌名 原來是我唱的 你怎麼用原來的,輝哥 我自己不知道 忘記多了 會不會有時候 真的忘記多了 會不會忘記多了 因為剛才說過《獅子山下》 這首歌曲是Roman老師的一首歌曲 我知道這次會不會… 怎樣去演繹Roman系列的歌曲呢 會不會找一些新一代的歌手幫幫忙 這次又有關子 又有關子 說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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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說過了 是嗎?容小姐有說過 還說出來 這首歌曲的女生唱真的少了 這首歌曲 好像沒聽過 沒聽過 對… 有點新意 是嗎? 你覺得Joey是一位怎樣的歌手 如果他要演繹師傅的歌曲的時候 平時很少留意他的歌劇 但他人很漂亮,我就知道 香港也很好聽 對 我想說新一代的歌手 有否留意一下 例如今次接下來會有參與的 在裡面有軒仔張敬軒 還有K、謝安琪 覺得他們怎樣 張敬軒和謝安琪 最主要是人很漂亮 歌都唱得好 對 張敬軒很久以前 我作過歌給他唱歌 是 類似當宣傳的歌曲 對 很短短的歌曲 對 好像Ewlett以前一樣 對 是,叫做《牙齒之歌》 就是唯一一個沒有作歌 應該是K,是嗎? 對,我沒有作過歌給他唱歌 但接下來我會作歌給他唱歌 你接下來也挺不空的,輝哥 應該比之前更多工作 會嗎?會嗎? Ewlett有一手 他很快而已 大家都想問一下輝哥 就是之後輝哥主力會做些什麼 是否專心畫眼油畫 對,現在應該比較多畫畫 是否要慢慢儲一些畫 然後就可以開畫展 沒有打算開畫展 但是… 開過了 上次也開過了 開過是三指題 三指題 但是自己… 我一個因要儲幾十個歌 不是,幾十個歌 幾十曲畫,很難 是 要很長時間 希望預祝一下演唱會 接下來,順順利利 希望輝哥接下來有空 又有多靈感 又寫一首歌 有空又寫一首歌,好嗎? 好,我們喝一杯 乾杯…